大家好,我是詹斯 歡迎來到James澳洲移民生活 今天我在這個社區叫做延阿拉 眼前這個就是一個新的商場 就好像一個新的地標 這個場也挺大的 究竟這個社區有什麼特別呢? 以我所理解,罪案率好像偏高 我平時也不是經常來的 因為也有些擔心 這個社區有什麼特點呢? 就是比較多的越南朋友 以及非裔人士 我們看到左邊就是一個巴士大站 早上有很多學生在乘巴士 或者坐巴士去市中心上班 我們來到這個停車場 稍後我們會向右上角的入口 我們看看周圍吧 究竟 我想重新說 這個是越南朋友 非常友善 因為我自己也有越南朋友 所以大家不要把這個社區 和這些朋友 有一個關聯 我們來到商場裏面 大家感覺到好像很不同 因為為什麼呢? 我感覺到有些比較殘舊 跟一般的報士商場 是完全不同的 是比較殘舊 以及賣很多是越南的食品 我們看到眼前的一個 就是一個小型的商店 好像超市 這些芒果 應該是進口 澳洲的芒果 不是這樣的 我們一路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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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超市 超市 pues這 Commercial 是 ligger在 新的建築物那裏 大家可以聽到一些音樂 還有我覺得 我是一句也不知道它有何唱的 ija 鮑 piece 都給到我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好像很有風情 很特別 令我聯想的是 以前我住在香港的時候 在廟旁 會聽到一些播放音樂 有類似的感覺 我現在拍片的時候 我就是五點鐘 差不多五點 所以你見到工作人員 就已經開始收藏東西了 我們看看水果 剛才說過這些芒果 我不知道從哪裡來 可能是東南亞某地區 它也有賣本地的水果 我見到眼前這間店的水果 都是很鮮明很美 我們見到眼前這個就是榴槤 喜歡榴槤的朋友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地方 為什麼呢 不是很多地方有榴槤賣的 在布市 但是似乎都不太便宜 為什麼呢 13元1K 我們就進到這個超市裡 看看 它跟其他小型超市的格局 都差不多 我們見到左邊那些 就是應該買一些 椰子奶 以為是做咖喱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我都會來這裡 買一些東南亞食品 那我們就一路去 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出來了 為什麼呢 沒有什麼看 這個就是剛才我們見到的 新的建築物 我叫它小西貢 入到裡面 你就會發現 都是很安靜的 可能很多店舖都還沒有開 現在的時間是5點多 食肆也沒什麼人 我們就上去上面看 這座的建築物 就好像有三層 我們上了一層 就是 都是看到 全部的店舖都是吉的 沒有東西的 我發覺 就不太對勞 為什麼呢 周圍都沒有人 只有我一個 其實是有危險性的 我倒不如 都是36雀 走為上將 都是離開這個場 我離開這個場 之後呢 就出來一個小的商場 的外圍 它就好像一個 以前我入 香港住的油麻地 一個大塊地 有些這樣的感覺 我剛才說了 又有另外一間 是賣肉類的商店 這些是賣的膠盤 有點像香港的深水埗 我們就打算去左邊看 有人下棋 本來是打算去看 我發覺 有個人已經看著我 我想 我也是 你不想被人打 我也是 趕快去 擠走 還說那麼多嗎 跟著呢 我們前面這個商場 就是 是他 Yenana 本身的 舊的商場 我們也要進去看 看看 你看到人 也不是太多 進去的感覺上 就是 店鋪收了 可能已經收了 4點多鐘 每個人都打樣 那樣的款 那些東西 好像比較 讓你感覺 好像比較 有點落後 我純粹講 感覺 很主觀的感覺 真的很不同 其他商場 那我們就不走 為什麼呢 差不多 因為天黑了 所以這段影片差不多了 我們就 準備離開這個場 看到那些店鋪 那些 擺設的 擺設全部都關掉 那些朋友呢 如果你想喜歡的 你就給我一個讚 或者你想支持我 加我頻道 甚至乎 跟我 廣傳出 多謝你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